连载小说 霸城烟云 19 兵临城下 此时此刻 产品开发初步顺利 新CEO城市接棒 公司文化已从兼容并序 蜕变成闭门造新 主动拔剑四股 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下一步的量产 以及融资过程 在这一切看来完美 投资者坐等接收成果的荡儿 突然接到了国际竞争对手的存证信函 控诉C公司偷窃对方的商业机密 证据确凿 且以正式提告 这当然并不意外 C公司早已自认将证据逆踪 做好专利申请 也有完整的说帖 自存在本地提告 对方是占不了便宜的 养兵千日的律师团早已磨刀祸祸祸 准备按照计划大战一场 但就当沙盘推延到一半时 资安突然发现 有几项关键文件疑似外泄 正紧急追溯流向 虽然只有核心人物知道 里头究竟写了什么 但关注知情者各个表情凝重 显示此事件非同小可 甚或包含致命的证据 遗失的文件是否已在对方手中解密 尚属未定之天 但律师们的前哨战却早已开打 彼此也试探性造访过对方数字 由于对手究竟掌握多少解密资料 绝对会影响C公司的策略调整 所以资安团队的首要任务 就是找到泄密者评估流失的严重性 然后必要是私下谈条件 采取相应的软硬措施 在持续的监听过程中 杰瑞 凯总 乔治 珍妮 还有绰号盖上 里下的藏经人 他们的谈话内容 总被反复地推敲分析 但却总不脱生活琐事 美味食谱的范围 虽然觉得其中有诈 却也不能打草惊蛇 率耳约谈 唯有悄悄抽丝剥茧 顺藤摸挂 可是时间对C却极为不利 从竞争对手多多逼人的放话 资安深感大事不妙 却只能偷偷着急 暗中夹进 消息持续在泄露 敌人对C公司的一举一动 辽弱指掌 资安在高层会议当中 请秘书放出 CEO访欧不同日期的假消息 测试究竟是哪场会议的成员泄密 但消息却都没有曝光 显示对方没有上当 泄密的层次非常高 自安一场白忙之后 杰瑞负债累累后悄然离去 凯总监在众目睽睽之下远走高飞 乔治摇摆于离职和续留之间 单亲妈珍妮和上司关系暧昧难明 幕后藏镜人又若隐若现 神龙线手不见尾 但闻定时炸弹滴答声响 却怎么也找不到在哪 眼看着线索一碰壁 对手步步紧逼 舆论也对C公司相当不利 公开的技术发表会中 工程团队的开发历程 仍然使而被质疑挑战 如此这般 资安部门每天在高压锅下苟延残喘 简直度日如年 温暂停 宽宽